文章来源 德国之声中文网 2024年3月8日 2024年3月8日 中国经济的痛点在哪里 如果要扭转中国经济的颓势 究竟该怎么做 DW专访经济学家许成刚 请他替中国经济诊断开药 面对房地产债务危机 地方财政困难 失业率居高不下 外资大举撤离 很多人都期待 中国在今年两会上 能提出新的措施挽救经济 中国总理李强宣布 要罚超长期国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则多次强调新制生产力 这些举措和宣示 能否带来实际效果 任志于美国斯坦福大学 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 经济学家许成刚 接受DW访问 以下是在不影响原意跟脉络下 经编辑整理后的揭露专访 DW今年两会上 确实不出乎您先前预料 官方再度定下 百分之五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 但您也说过 认为今年实质增长 会低于百分之三 假如中国真的希望实现百分之五 该怎么做才办得到 许成刚实际上 首先他去年的数字就是假的 前年的数字是假的 他已经连着过去长时间的数字 是虚假的 当人们讨论增长的时候 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是他的起点 由于他连续的数字都是相当虚假的 所以他那个起点是完全不对的 所以更有道理的讨论应该是说 他的趋势是什么 比如说2021年 中国经济大的趋势和世界其他国家比的话 2021年是不错的 但是2022年是负的 然后2023年 我之所以要强调 他的起点就在于他2022年是负的 实际上 2023年恢复起来应该是相对容易的 但是2023年几乎没有什么恢复 2023年的状态和22年是差不多的 如果我们允许统计上的误差的话 23年可能是1% 或不到1%的增长 但这都是在误差范围里 所以统计上 非常大的可能是零 基本上跟零的差别不大 那么下一年什么状态呢 下一年指的就是24年 我的估计就是今年最大的可能是跟23年是相似的 或者是比23年略微的好一点点 有其他同事认为我太乐观 我说的其他同事也都是非常非常熟悉中国的 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非常熟悉的 其他同事都认为他会持续是负增长 DW您曾形容中国的经济里存在一种癌症 政府透过各种注资方式让资不抵债的企业不破产 地方也大量用土地来抵押跟银行借贷 这次李强在两会上提出要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引起很多人关注 这样的做法跟过去有区别吗 许成刚有一点点区别 过去没有这么高调的大规模发超长期国债 但是他大规模发超长期国债 表面上看规模很大 一万亿 实际上这数字很小 和他们面对的问题相比 这数字很小 如果我们关心的是说 地方政府的债怎么应对 很多地方政府是连还利息都有困难 我们讨论的利息的量是万亿等级的 有万亿等级的利息的量是有困难 所以你这个一万亿的钱 如果拿来还利息差不多 这个数字是很小的 当然人们有不同的猜测 万亿的债借的钱要干什么 现在军费猛涨 所以有人猜呢是不是主要拿来放军费上 具体他要做什么 我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都是非常不透明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但是这个量 如果我们关心的是经济 不是军事 从经济上讲 这个量很小 不能够起到真正扭转他现在的颓势 现在整个是颓势 颓废的颓 他要扭转这个 万亿的国债是没有办法做的 DW要真正的解决地方财政问题 如果由您来开一个药方 应该怎么解决 徐成刚实际上没有一个短期能解决的方案 原因是因为他这个问题的引起 就是他的病根 你不去治他的病根 用任何其他的办法 都只是暂缓他的症状而已 如果要解决他的病根 并不是没有办法 是有办法的 共产党不能接受的 这个办法就是要非常大幅度的改变 他基本制度的一切方面 比如说第一就是司法独立 为什么司法独立 都讲经济 为什么要讲司法独立 原因在于 实际上中国现在经济的颓势 主要是因为他严重摧残了企业家信心 而摧残了企业家的信心 最基本的道理是在于 他们的私有财产不能受到保护 那你怎么能够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呢 你只有司法独立 因为虽然中国的宪法 中国的民法里面都还存在非常巨大的问题 但是哪怕目前的刑法和民法 如果能够有司法独立能执行 已有的市场上的合同 如果能执行 那么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是能恢复的 所以首先需要司法独立 让已经有的宪法跟刑法 在一定的程度上能执行 用这个方式来挽回人们信心的丧失 去保护私有产权 保护合同的执行 让人们有一定的信心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大规模私有化 就是政府缺钱 他可以卖资产 政府需要通过卖资产 获得他的收入 为什么我说司法独立在先 而不是卖资产在先 原因是在没有司法独立的情况下 没有人敢买他的资产 他必须先要司法独立 然后他可以通过卖资产的方式 获得一些资金来帮助他自己 同时他卖掉了资产 就进入了私营经济的部门 私营经济部门 在他有了信心之后 经济是可以恢复的 但是我说的这两个最基本的步骤 他们是完全没有可能是可以接受的 他并不是真的没有办法 这个是办法 当然为了走这一步 还有一件事 他必须做的 就是在司法独立的改革过程中 他必须先要把那些 关在监狱的企业家放出来 DW照您的说法 中国是应该要往资本主义的方向走吗 如果说他们用社会主义或者所谓中国式的一种经济模式或现代化 没有办法合理的达到让经济推进的动力 是不是您的意思是说 这个体制本身是行不通的 许成刚对于这个制度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他之所以现在把经济带到死角里去了 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压制资本主义的方面 他在恢复共产党统治的方面 他不断在恢复共产党统治 不断地压制资本主义的成分就导致他今天的困局 要解脱困局 他要反过来 反过来就是说 你要缩小共产党的控制 你要扩大资本主义的成分 让资本主义的成分能在中国发展 那么才有可能 DW最近华尔街日报列出了中国经济的八大痛点 第一个就是房地产的增长引擎熄火 其他也有提到消费者信心维靡 通缩等等 如果由你来评价你会列出几个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许成刚他这些问题我都同意 但是我需要补充一句 因为这些他讲的都是现象 那么我要补充的就是这些现象的背后 其实远远更重要的是现象背后是怎么回事 什么东西产生出来这些现象 现在普遍人们不讨论什么东西产生这个现象 只是说这些现象 这个现象的背后就是他这个基本制度 指的就是国有的土地 国有的银行 共产党的全面控制 没有法治 不保护 私有产权 现在我说的不是现象 我说的是这个制度基本特点 在这样的制度下 产生这个现象是必然的 DW这些基本的问题 除了整个扭转制度之外 在既有的体制之内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吗 就是至少让民众的生活能够体会到一些经济的改善 因为对民众来讲 他们确实迫切需要一些改善 许承刚在这个制度下 有时候人们试图不看制度 去讨论如果领导人是好心的 好心的领导人该做什么 对吧 人们就会说 好心的领导人应该关心整个的经济 应该关心民生 现在中国政府不断的在讨论要刺激消费 但是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刺激消费的问题 而是没有能力消费的问题 这是真正的问题 他们总是在讲说 人们没有细心消费 问题不在那里 问题在于他没有能力消费 当你有大量失业的时候 他怎么会有能力消费呢 当有大量失业的时候 无论是失业的人本人 还是失业的人家里 还是失业的人的朋友们 所有人都害怕 失业的人们的同事呢 没失业的人 也害怕哪一天要失业 所以呢 当人们害怕失业的时候 人们一定要想办法储蓄 整个社会的安全网 是没有没有建立好的 没有好的安全网 医疗保险也很差 没有好的失业保险 养老金普遍规格是很低的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规格是非常低的 所以人们为了基本的生存 必须要储蓄 很多人看到中国家庭储蓄的比例相对高 就认为这里有很多钱是可以挤出来的 实际上这个看法 他是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实际情况是 医疗保险很差 养老很差 没有失业保险 所以所有的这些储蓄 实际上就是每个人为自己准备的保险 这个保险是人不敢拿出来的 当人们对前景很乐观的时候 人们就敢于减少一点保险 当情况变得非常不确定的时候 人们就要增加保险 那当然就没有消费了 所以你要想 如果想要让内需上来 想要消费上来 需要的是收入大幅度的上升 在收入没有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 想要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 是解决不了的 这根本就不是中国独有的 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是如此 过去苏联是超级大国的时期 内需严重不足 过去所有东欧中欧的共产党国家 都是严重内需不足 他们当时的军事力量都很强 但是都内需不足 这都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共产党国家都是这样子 这不是偶然的 原因就是因为 共产党把资源都拿在自己手里了 它的资源是要用来发展军事 要来发展重工业 要来发展基础建设 那么它资源在自己手里了 分到了全体的家庭手里 比例就很低 当比例很低的时候 你一定内需不足 再加上现在的供给侧出问题 大量的失业就是供给侧出的问题 所以就变成恶性循环 内需不足导致东西卖不出去 东西卖不出去 很多企业就要减少开工 要裁人 裁了人以后 当然内需进一步下降 内需下降 进一步开工不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 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基本没有了 都是和内需不足和大幅度减少开工 裁员连在一起的 即便是这样 它还有严重的产能过剩 那什么道理 为什么严重产能过剩呢 根本就是因为内需不足 才造成产能过剩 所以当内需严重不足的时候 产能过剩就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的产能过剩 就导致一定它的供给侧 就会越来越弱 DW关于脱钩和地缘政治 最近美国对中国有很多的科技出口管制 您认为这对中国的科技发展 或经济整体来讲 影响有多大呢 许成刚因为现在这个管制才刚开始 然后因为中国靠融入全球化 得到的好处非常非常巨大 这个好处就包括大量人才 和大量先进设备的囤积 比如说拿半导体作为例子 半导体的制裁 才刚做了一年多的时间 时间很短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在真正严厉的制裁实际执行之前 中国已经大规模囤积了大量的光刻机 以及大量的人才 是从西方训练培养的 还有很多人离开了西方 回到了中国 所有的包括人才 包括设备 都使得中国在一段时间里 还有相当的人性 但是当制裁持续进行下去 而且规模还要再扩大 执行的要更严格之后 经过五到十年 效果就会清楚了 半导体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 中国处于追赶阶段 它的追赶靠的是储备的人才和储备的设备 储备的原材料 这些储备的东西 一旦有了严厉的制裁之后 虽然有一些基本原材料 中国有办法自己解决 中国也有能力培养一些它的人才 但是当技术突飞猛进 快速发展的时候 对于一个追赶中的国家 它就会发现 在经过五到十年 技术全然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的时候 它的人才就会严重不够 它的设备就会严重过时 到那个时候就脱节了 差距就会一下子拉开 拉开得很清楚 但是这个 在短时间内 应该不会看得很清楚 中国芯片产业发展至今 赢了吗 随着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制裁 有扩大的趋势 中国实现芯片资产目标的压力 似乎日渐紧迫 从20年前汇出愿景 到如今 中芯国际制出7纳米芯片 人们距离中国芯还有多远 图像来源 Longway Cost Photo Picture Alliance 中国芯 中国芯的提法在2000年代初 就已开始传播 背景是 中国在芯片方面 长期依赖进口 缺乏自主研发能力的状况 并领导层对半导体领域的科技依赖性感到担忧 计划提升芯片设计 制造风策和装备材料产业链能及 在新的产业政策推动下 出现了一批集成电路研发创新机构 浮夸造假 2006年的汉芯造假丑闻 给这场轰轰烈烈的科技创新运动蒙上了一层阴影 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 汉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进被查出在负责研制 汉芯系列芯片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造假和欺骗行为 这一事件所凸显的急功近利的浮夸现象 始终伴随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 大基金投入巨资 2014年 中国国务院公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 成立扶持芯片产业的大基金 第一期募资1387亿元 2019年 二期募资2041.5亿元 2023年退出的第三期规模扩大至3000亿元 受资助的公司包括中芯国际和长江存储等龙头企业 但一些分析人士指 该基金主要在幕后运作 投资标准不够透明 此外 技术创新的进展可能被夸大 许多投资未能取得成果 为了不被卡脖子 2020年以来 美国逐步扩大对中国的芯片制裁 并联手日本 荷兰等国 更大范围封锁半导体制造设备输入中国 例如荷兰ASML公司生产的极紫外线EUV光刻机 中国预示线半导体自己自足的意愿更加迫切 在响应习近平号召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的造型运动中 一再出现资金使用不当和烂尾项目 2022年的芯片产业反腐风暴中 多名芯片大企业高管被调查 华为中芯实现突破 2023年8月 被美国断供芯片的华为 推出新款手机Mate60 Pro 图 专业机构拆解分析判断 该手机使用的是华为海思设计中芯国际SMIC制造的麒麟9000S7纳米芯片 虽然在去年就有报道称中芯制造出了7纳米芯片 但业界人士分析 这次仍是通过14纳米制成重复曝光生产出7纳米芯片 而这种工艺决定了其产量和量体率不高 但成本高 尚达不到批量生产的要求 改变游戏规则的新技术 2023年9月底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科学家计划构建一个由粒子加速器驱动的巨型芯片工厂 这项新技术如果成功 将有可能使中国在半导体芯片行业中超越美国的制裁 走上芯片自产的道路 报道称 这一雄心勃勃的项目凸显了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决心 并预示着半导体行业可能出现的巨大转变 但中国整体经济面临的巨大下行压力 也将给芯片科研进行融资的过程带来了不小的阻碍 道足且长 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先进的芯片产业链需要巨大投入 但又非仅靠资金就能实现 财经专栏作家刘元菊曾在FT中文网撰文指出 芯片行业仅仅跟随性发展就涉及巨大的投资 若要站在世界领先水平更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 这些研发投入大 见效慢 周期长 且充满风险 这需要给企业家以长远而稳定的预期 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透明 公开的科研体系 远非一蹴而就知识 DW 习近平从去年开始提出了所谓的新制生产力 官方说这是以科技创新 推动产业创新 您怎么解读 许承刚这里面实际上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科技的前沿能制造出来的经济部门 占中国GDP的比例有多大 这个东西就决定了 你靠推动前沿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的经济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已经讨论过的 在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进行制裁的情况下 中国能有多少能力还能追得上 因为他从来不是在前沿领导的 他从来都是靠追赶的 那他还能不能追得上 这是两个问题 先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其实更重要 比第二个问题更重要 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高技术的领域在中国占GDP的比例有多少 这个答案是非常简单 比例很小 当比例很小的时候 你靠发展这个领域 靠它自己本身 实际上很难解决中国经济面对的困境 你都不要讲中国 哪怕是美国 单纯靠高技术是不能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的 这是适用于任何一个大的经济体 如果你不是一个小国 一个小国比如说 哪怕台湾相当小 台湾只有不到三千万人 但是它的半导体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然后半导体是非常赚钱的 即便是在这个情况下 要解决台湾的经济问题 也不能单纯靠半导体 就更不用说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人均GDP的水平比台湾低的很多很多 如果是中国人喜欢用购买力计算 台湾的人均GDP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 是仅次于美国 高于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 比德国高 比日本高 即便是这么发达了 它的半导体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它的经济问题也不能单纯靠半导体来解决 半导体在台湾的经济里 占的比重都没有那么大 就更不用说中国大陆 所以就是没有可能单纯靠高技术 另外一个简单的统计数字就是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比欧盟国家 只有它的四分之一 甚至不到比美国就更低多了 那这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你的劳动生产率这么低 你根本就不是前沿 根本就不是高技术问题 而是普通技术问题 你只有解决了普通技术问题 你才能把欧盟四分之一的劳动生产率 提高到欧盟的一半去 特别简单的道理 那么回到高技术这一层 高技术实际上对中国来说 最迫切的不是解决经济问题 高技术在中国最迫切的是解决军事问题 解决的是监视民众所需要的技术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方面 它能有多大的发展 刚才我们讨论过了 当发达国家有严厉的技术制裁的情况下 会使得它追赶发达国家 很快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这个情况实际上就是类似于 过去苏联追赶美国 苏联实际上曾经在若干技术上 还领先过美国 中国从来没有领先过美国 在重大技术方面 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 在严厉的技术制裁的背景下 苏联到后来就追赶都追不上 追赶的速度比美国发明的速度慢 我这里讲的就是半导体 就是计算机 它到后来追的速度 慢过美国发明的速度 DW现在中国内部比较批判的学者 越来越不敢发声 对我们理解中国的真实经济情况来讲 可能更难客观公正的去理解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许承刚比较好的方法 第一就是国际贸易的数字 通常是相对准确的 所以认真面对国际贸易数字 应该是相对比较全面了解 中国的一个重要方法 再一个就是中国的房地产 因为如果我们讲单个领域的话 这是最大的领域 这个最大的领域 它发生了什么 实际上仍然还在过程中 问题非常非常严重 还在过程中 再有一个就是失业的状况 这几个东西合在一起 当然对于关心国家安全的人来说 一定要关心中国在高技术方面的发展 因为这是关系到安全 这个在经济上也重要 但是它远为更重要的是安全 它在高技术方面是如何发展的 DW 那对于一般的中国民众 还在中国的中国民众 没有论出来的中国民众 他们要怎么样去让自己的生活更好过 因为这样看起来是一个整体很无望的情况 那他们要怎么样找到一线生机 或者说 你如果要给一般中国人 或中国民间企业一些建言的话 你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言 许承刚 这个比较难 这个太难了 无论对于个人 还是对于企业 就是要有储备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面对着非常严重的不确定性 和面对整个经济严重的下滑 这是要相当持续 要持续很久的 那么这个储备 一方面 刚才我们提到了储蓄 储蓄指的就是金融的 但是人们需要很警惕 现在是通货紧缩 他中国政府 怎么解决他的问题呢 他现在现在建的非常非常多 他必须要不断的去努力挽救这些 要破产的企业 这个挽救的过程 实际上都是要用钱的 哪来的钱 刚才你提到了 他发特长时期的债券 才有一万亿 那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的 很多的企业要破产 你要挽救他 那这许多的企业都是千亿级万亿级的水平 你挽救他 他一个企业都得论千亿的给钱 所以实际上没有这么多的资源 是可以用的 最终他实际上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必须要靠大规模发行货币 才能解得出来 那么大规模发行货币 当通货紧缩过去之后 不可避免的要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人们需要有准备 需要警惕 不要误认为目前没有发生 就永远是这个样子 在通货紧缩的时候 人们就会觉得至少还是安全的 但实际上 通货紧缩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 政府会要非常努力的 要解脱开这个状态 那么最后大规模的货币攻击 靠用那个方式来推动投资 来推动财政政策 会使它要有适当的办法 那么一旦那个来了的时候 通货膨胀会跟着来 所以人们是需要有考虑 有准备 那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 食物的资产和货币的资产需要平衡 许承刚 现为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以及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课作教授 过去曾任职香港大学北京清华大学 他于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 研究领域包含制度经济学 经济史 新政治经济学等 小学生